大門深鎖 門前擺滿盆栽 這裡就是被爆出賣假羊肉的上游廠商 但持續追蹤 其實生產工廠不在板橋 而是新北五谷區 實際來到這家肉片批發商的生產工廠 就在五谷林路這塊廠區 裡頭有三四十家工廠 不過這裡門徑相當森嚴 貨車進進出出 但警衛一看到媒體上門 馬上上前驅趕 你又看過冷凍車進出貨嗎 沒有 我們沒有再注意看 聽到附近工廠疑似賣假羊肉 附近民眾超傻眼 但外面店家早有自保方法 就會聞它的味道 然後你看它的花 它花色其實也有點差別 你看這個豬肉其實它油 從那一長出來就差不多 它就有一個外面 外面一圈 從生的肉片來看 羊肉油花主要分布在外層 顏色也比較紅 煮熟後吃下肚 豬這邊會有一點纖維 這邊 在這邊 那羊的話其實它比較好順 它吃起來的口感會比較好 雖然羊肉豬肉從外觀口感能分辨出來 但業者提醒 如果用新香料烹調 可能很難察覺 如果外面那種調味比較重的話 就是吃的時候 可能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沙茶 外面很多沙茶的羊 沙茶豬那種 炒起來的話 可能它可能有羊 但是可能不多 可能混著別的肉一起煮也有可能 要怎麼避免吃到假羊肉 民眾恐怕只能靠自己爭打眼 繼續我跟黃貢偉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我們再次看見 我們再次看見